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斗罗世界中有很多的美女 有的对唐三也是死心塌地 可惜我们的唐三唯独钟情于小五 今天就跟大家做一个假设 如果斗罗大陆中没有小五 那么谁会成为唐三的女朋友呢 我猜会是她吧 胡莲娜 唐三和胡莲娜第一次见面 是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两个人正好是比赛的对手 这个时候的胡莲娜眼里只有输赢 没有唐三 也没有仔细看过她 尽管这个赛场上都是夸奖唐三的人 她非常的不服 想要把她打倒 胡莲娜和唐三是怎么单爱相杀的 这得从杀戮之都说起 胡莲娜非常的要强 一直想证明自己比唐三厉害 于是就去了杀戮之都 胡莲娜觉得作为一名强者 七起六语都不应该有 直到遇到了唐营 两人经历了很多事情 慢慢的我们舔心的胡莲娜 也开始懂了感情 在遇心上人的胡莲娜特别的开心 她开心得太早了 唐营其实就是唐三 这就让她一下子崩溃了 爱情还没开花就哭死了 如果你认为胡莲娜是单相思 那你就错了 唐三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在斗罗大陆中找是敌人 唐三都不会心思手软 但是面对胡莲娜 她没有痛下杀手 反而救了她三次 唐三对她还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如果没有小五 她肯定会是唐三的女朋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浩天船上 有几个十万年魂缓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